所以佛陀的入灭 把它看成是 就是这样子 最后呢 灰身敏制 灰身敏制是什么呢 二称圣者 断了三界烦恼过后 入火光三昧中 然后呢 烧身灭心 烧掉自己 然后剩下舍利这样子 归于空气 无为这个解脱境界 所以很多时候呢 落入俗见的人 在错误理解 这个灰身敏制的 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只想到 就烧身灭心 然后呢 变成空无 如果他们是 只是站在这种角度 去理解灰身敏制的话呢 以为 哇 烧掉自己了 没有了 剩下一些这个舍利 就要这样子 剩下骨灰这样子 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这种灰身敏制 这样子的一个 表面上的空无的角度 去理解佛陀的入灭呢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错误的了解佛陀观 所以如果灰身敏制 这个概念弄错了 以为就是完全就这样子 烧掉了 没有了 的角度 来看佛陀的入灭的话 那么这个也是俗见 也是错误的 如果你正确理解 灰身敏制的话 灰身敏制是一个词嘛 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 就错误的理解 把灰身敏制 看成字 烧身灭心 然后呢 归于空无了 归于空极了 但是这个是错误的理解 灰身敏制 正确的理解灰身敏制 像我们讲正确的理解灰身敏制 不管是佛陀也好 不管是阿罗汉圣者也好 正确的理解灰身敏制呢 他并不是最后变成是空无的 他不是变成空无的 他还有他的功德法身 法身功德的 这个是大家记得的 但是一般人 一般人呢 尤其有些人呢 急着想要灭除自己的种种痛苦的 觉得活在世间 太苦太苦太苦了 修行就是要到有一天 赶快画上一个句点 然后呢一切归于空无 希望自己修到最后变成无 空无的话 那这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错误理解灰身敏制 如果再用这一种灰身敏制 来看佛陀的这个入灭的话 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等于就是 那些急着想要厌离的苦行者 随着自己的想象去复写 但是正确的佛陀观呢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刚才想问的问题是说 那这个阿罗汉本身 他们本身有没有五分法身不灭 但是我也理解错误 这个灰身敏制 这个还有法身功德嘛 所以阿罗汉他本身也是 还是有那个五分法身 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 是的 所以你看啊 人是这样子的 我们从凡夫的角度来理解 我们先从凡夫的角度来看 我们生活感觉到生命很苦 很苦很苦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 每个凡夫的心里面 就急着想要赶快灭掉这个苦 然后最简单 让自己灭掉这个苦的就是什么呢 不再轮回断生死 但是这个不再轮回断生死呢 有时候呢 随着我们急着要摆脱我们的苦的 那种心情心境底下呢 我们会把这种无为空极入灭 都把它呢不小心看成是 那种死记的无 或者是空无一物的无 我们会不小心呢 把这种灰身敏制啦 空极无为啊 无于涅槃呢 又掉入从我们世俗人的角度呢 把它看成是死记的 空无的 什么都没有的 如果今天啊 修行修到最后啊 是什么都没有的话 稍有证件的人哦 我想他都不会选择修行佛法了 所以这边先要破除我们的是什么呢 有无的概念 看圣者 看佛陀 你不能够只是从世俗的角度去看啊 这个有啊这个没有 不是这样子的 不能从世俗的角度的 所以落入俗见的这些拥俗者呢 就是犯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他把佛陀的这个入灭 不小心就掉入了空无的概念上去看了 遗忘了这个五分法身是不灭的 这个圣者的功德是你不能讲有无的 想可以理解吗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